又到了我们说话的艺术单元 这个单元的主要目的就是教大家如何有礼貌的回答人家的问题 在平常生活里面我们常常跟别人用电话联系 这个时候呢也当然是也会有有礼貌的这个对话的方式 跟粗鲁的没礼貌的对话方式 喂请问王小明在吗 王小明接了电话 然后他用很粗鲁的不礼貌的方式回答 王小明 哦没有这个人死掉了哦 你不要再打来了 他死掉了 他死掉了 当然大家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粗鲁的方式 去回答一个对方打过来的电话 可是我们当然也有有礼貌的方式啊 来请听 你要找王小明是不是 等一下哦 不好意思哎 他现在没有办法听电话 我摸他的时候他全身冰了 没有呼吸了 好巧哦 心脏也停止跳动了啦 对了 我跟你说一些好玩的事哦 你知道吗 我一直找不到那个水果刀啊 竟然插在他的胸口上啦 哎呦好迷糊哦 东西一丢我都忘记放哪里啦 讨厌 真的是很粗鲁的回答 原来王小明挂了 而且还是凶杀案 好 如果今天只是生病 要去医院看医生 听我们先听问题 医生 我 私之无力 医生 我好像感冒了耶 如果这个病人是王小明 他就不只是感冒 他是胸前插了一把刀了啊 不过他也许不是王小明 那这个时候医生要怎么回答他呢 用不礼貌的方式 该死 又是感冒 哎 我一天到底要看几个感冒病人啊 拜托你们不要在那边装疯卖傻 装死装活的好不好 你难道不知道 你小病就去小诊所看啊 杀居烟用牛刀 知道不知道 你等那个小诊所看不好 变成大病 你大病一场你再来嘛 Miss Ling 帅位 哎 Miss Ling 听到他老板 这种不礼貌的回答 当然他已经习惯了 他就找下一位进来了 不过Miss Ling有的时候 也许会听到他老板 有礼貌的回答也说不定哦 呃 这位先生 你只是小感冒了 你都喝水啊 休息休息就好了 不会有事的嘛 不过你如果等一下有空的话 你可以去家户病房 看一看 看看那些病人 你就会觉得 哦 自己只是得感冒 好幸福哦 是不是 那就好了 我帮你开一些那个 你吃了也不会死的药 也不一定会好的药 OK 好了 Miss Ling下一位 哈 Miss Ling又找下一位进来了 其实 不只人会生病 动物会生病 老实讲 这年头 连电脑都会生病 来 我们听这个问题 我 请帮我课一课 我的电脑是不是中毒了 哎 显然 他的电脑是中毒了 那这个时候 帮他看电脑 是不是中毒的 这位朋友 他也有两种回答的方式 不礼貌的 不要耍白痴了 好不好 不要自己 不会用 怀疑电脑病毒 在搞鬼 可可塑 就以为自己 得了肺癌啊 啊 电脑病毒 哪有那么无聊 有事 有事没事 找你麻烦 换做 如果我是电脑病毒 我才不会来感染你的电脑 一点成就感都没有 我跟你说 下次呢 有问题 你先自己检查一下 插头是不是掉了 好不好 你不要以为工程部的人都闲闲没事 等着帮你修电脑啊 可是工程部的人也不见得都是这么出炉的 有些工程部的人也许会比较有礼貌一点 是的 你的电脑是真的中毒了 它中的是一种很可怕的病毒哦 听好了 叫做智障型电脑插头松脱病毒 这个病毒的可怕之处呢 就还不在于它会破坏电脑哦 使电脑无法开机 更可怕的是 它会使用这台电脑的人呢 连一加一等于多少都达不出来 所以呢 你应该要小心一点哦 那关于电脑的这样子的问题 其实很多 下面又是一个跟电脑有关系的问题 能不能麻烦你帮我烧一张MP3光碟啊 哎呦 有人要烧光碟 那这个被他拜托的人 用一种很不很不很不礼貌的方式回答 哎 要死啦 你不知道警察现在抓盗版抓得很紧吗 你想害我是不是啦 当然他有的时候心情好 就会变得很有礼貌 嗯 烧MP3啊 哼 这有什么问题啊 好朋友啊 你要烧衣服啊 烧法拉利啊 烧紫渣人啊 我都OK啊 我帮你烧可以哦 可是工钱我就不跟你收了哦 可是材料钱你要出好不好 材料钱一定要自己出啊 总计就是 一台电脑加烧录器加原版CD片加十片空白的烧录片一片 总共是三万两千五百元 拜托你要先付钱 我要现金 我不要明抄哦 OK 哇 这么贵啊 除非 去买乐透 中了大乐透 才付得起这么贵的价钱 好 下面这个问题 就是跟彩券有关系 先生 要不要买一单彩券啊 被问到要不要买彩券 这个被问的人有两种回答方式 不礼貌的 买彩券 你说买彩券 我看起来像是那种不务正业 整天等着钱从天上掉下来的人吗 要我买彩券 哼 哦 我还不如直接把钱丢在地上 让你捡比较快 哎呀 也不过就是被拜托去买张彩券 发那么大的脾气干嘛呢 来 来个有礼貌的这个回答方式好吧 哼 买彩券哦 啊好啦 啊啊你帮我挑十张好不好 哦 不过哦 要有种我才要买哦 你做生意要讲求信用嘛 那总不能叫我花这么多钱 买这个废纸回去嘛 对不对 果然是稍微有礼貌一点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个说话的艺术 再见 再见啦 谢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